台美最大型的科学合作案浮尾7号计划 台市也制作了三集浮尾7号太空人物的纪录影片 从团队的筹划过程到卫星组装以及发射升空 每个环节都被镜头捕捉下来 还特别举办了特应座谈会 邀请了近百位高中生来共享圣旨 见证浮尾7号的历史性一课 而科技部长程良机也是到场与学生互动 希望可以激发学生对于太空探索的热情 培育更多太空的科技人才 受到环流影响 屏东恒春地区在凌晨3点多是下起大雨 短短三个多小时累积了150毫米 而大雨是来不及宣泄 就在横宫路上也传出了水烟民宅的消息 这最后带您快关心 以上就是这节整点新闻内容 我是黄品宁 感谢您收看 稍后有更多资讯